地球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危机 使得众多超级英雄 齐聚一堂 诡计之神洛基掉入深渊后 不但没有死 还遇到了大贵人 猎霸的手下七塔瑞人将心灵权杖交给了他 让他去地球夺回宇宙魔方 事成后地球将交由他统治 洛基立刻就答应了 另一边 神盾局的人还在疑惑 究竟是谁启动了魔方 鹰眼看出来是魔方连接的另一端在搞鬼 结果刚说完 魔方就突然迸发出能量 开启了传送门 面容和蔼的洛基出现在众人面前 尼克刚想询问其身份 洛基看住手里的心灵权杖 抬手就是一炮 随后轻易解决了几个手 然后用权杖控制了鹰眼和博士等人 尼克局长刚想带魔方偷偷溜走 却被鹰眼发现 一枪打中了他 还好尼克并无大碍 爬起来赶紧派特工拦截他们 但洛基有心灵权杖在身上 很快就写宇宙魔方逃出了基地 局长这哪能忍 立刻就打电话叫人 此时的寡姐正在陪几名犯人联系 克尔森一个电话打来 寡姐很不情愿地接了电话 一听到鹰眼叛变了 他立刻不玩吧 干净利落地解决掉眼前的敌人 克尔森的任务就是和寡姐一起 召集剩下几位超级英雄应对危机 而寡姐的目标 则是最危险的绿巨人浩克 两人谈判时 班纳早已控制住了浩克的力量 但还是把寡姐下的一击了 这一代的班纳还真是皮啊 此时 沉睡了七十多年才苏醒的美队 正在发泄着内心的情绪 他心里一直惦记着那场没能复约的违魂 一拳打破了沙袋 又准备换个新的积蓄 这时尼克找了过来 开口就是外星人抢走了宇宙魔方之类的话 美队笑了 复仇者联盟需要一位领袖人物 美队的加入不可或缺 此时的托尼身穿战甲 刚为新建的斯塔克大厦接通可再生能源 准备回家和小辣椒亲密一下 他进入拆卸台 人工智能贾威斯 为他一一卸下战甲部件 正准备和小辣椒庆祝时 这时克尔森篡改程序闯了进来 他看到克尔森带来的情报后 瞬间就严肃了起来 小辣椒健壮 今晚就打算出差让他好好准备 托尼不肯 他就凑到他耳边说了句悄悄话 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托尼一脸兴奋 立刻就爽快答应了任务 美队在赶往神盾局基地的路上 克尔森告诉他 班纳博士曾经想复制他的超级血迹 却不小心被伽马射线辐射 变成了绿巨人 除此之外 克尔森家里还有一整套美国队长基卡测 这是寡姐后来告诉美队的 巨大的航母展开四周的沃流 居然从海面上飞了起来 这是美国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军事科技 而这种技术暂时还只能在电影里实现 美队和班纳博士初次见面 两人都对对方的身体充满好奇 航空母舰在指挥官尼克的命令下 激活了每一块反光板 开启了隐形博士 美队看着眼前的一切 默默掏出十块钱地给他 此时的洛基用心灵宝石的力量 控制了鹰眼和艾瑞克博士 来帮他修建传送门装置 博士说还差一种稀有金属意 鹰眼知道线索 于是他带着几人来到存放金属的保护 而洛基来到剧院 一仗放倒保安 抓着富豪按在了桌上 取出眼球收集器 另一边鹰眼通过投影 打开了保护大门 拿到了金属意 洛基想体验万人之上的感觉 他召唤出神界武装 幻化出分身为助众 逼他们下跪 一个老大爷表示不服 雕虫小寂静敢搬门弄斧 洛基刚准备杀鸡警 玫瑰就出现倒台的他面前 拿起盾牌冲了上去 有着神界力量的加持 对付刚苏醒的美队还是占了上风 但下一秒钢铁侠赶 登场还自带BGM 狡猾的洛基面对两人直接投降 飞机里 托尼和美队一见面就开始掐家 这时飞机周围出现阵阵闪电 洛基立马就慌了 索尔降落在飞机里 托尼剑来着不善 刚准备开炮就被雷神击飞 抓起洛基就走了 索尔想说服洛基交出宇宙魔方 随他回阿斯加德 但洛基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称王 根本听不进去 两人刚见面就开始互动 索尔直接一锤将托尼击飞 洛基也不跑 安心坐在一旁看哥哥打架 托尼展开反击 索尔汇集雷电之力 击中了托尼的战警 两人抱在一起 从天上打到地下 接下来托尼以凡人之躯对抗雷神 最后两人被赶来的美队打乱 美队想让他先放下锤子 索尔一听就不高兴了 他锤飞托尼 然后对着美队的盾牌砸了下去 他本以为盾牌会就这样飞 然而震惊碰上雷神锤 迸发出来的能量 震飞了周围的一切 三人懵逼地爬起来 洛基一来到飞船上 就对着班纳博士迷之微笑 不知道后面还笑不笑得出来 然后就被关进了特殊的牢笼 洛基故意旁敲侧击 说这应该是为浩克准备的吧 然后又嘲讽尼克 打不过我就摇人 他先发制人反问尼克 尼克福瑞没有正面回答 这一幕也让复仇者内部 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索尔将洛基和七塔瑞人的目的 告诉了众子 班纳插了一句 这是托尼走了进来 他推断出被洛基控制的艾瑞克博士 想得到一元素增加传送门的稳定性 顺便让贾维斯飞进了飞船系统 调查神盾局抢夺魔方的真正目的 美队也为了弄清真相 潜入了神盾局的秘密仓房 发现了九头蛇的武器和装备 在复仇者联盟里 为什么钢铁侠和美队凑一块主要潮 一个是服从命名 纪律严整的军人出身 一个是风流倜傥 桀骜不逊的超级富二代 由于立场不同 两人刚见面的时候就互相看不惯 洛基被抓到神盾局飞船后 似乎并不着急出去 这时寡姐悄悄来到她身后 向她询问鹰眼的下落 洛基借此机会准备攻克她的心理防线 寡姐细经附体 反而套出了她在此的真实目的 是想引诱浩克变身 洛基一脸懵逼 没想到我堂堂诡计之神被诡计耍了 来到会议室 波尼通过入侵飞船系统 得知神盾局是想利用魔方制造杀伤性武器 尼克局长在众人的逼问下 无奈道出了实情 原来在雷神一中 毁灭者和索尔的那场大战 几乎摧毁了新墨西哥的小镇 人类知道了宇宙中其他势力的存在 为了让人类不受到外来威胁 才想到了利用魔方的力量制造武器 但这一举动也招来了不怀好意的外星人 地球已经开始准备进入高级战斗 战斗还没开始 刚成立的复仇者联盟就面临减赛 托尼和美对针锋相对 雷神笑了 班纳听到尼克准备将自己关到林子里 立刻产生了负面情绪 不经意拿起了心灵权杖 这下在场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这时鹰岩已经乘坐飞机 瞄准了神盾局的飞船 一发爆炸件附着在了团体上 直接炸到了会议室 系统显示飞船三号引擎受到了破坏 需要有人去空中维修 钢铁侠首当其冲 托尼打开战甲裤 穿上了马克六号战甲 受到爆炸的影响 班纳就要控制不住自己了 瓦解被管道压住 求生欲拉满 在一旁赶紧安慰她 最后还是没能阻止浩克出来 飞船外的钢铁侠和美队联手维修运气 但美队看着从未见过的电路 陷入了自我怀疑中 班纳正在这刮剑不放 雷神及时出现救了他 两人你一拳我一拳抵花了钱 索尔召唤了锤 一锤将它弹翻 然后用力朝它扔过去 浩克想接住锤 结果 再这样子下去 飞船就要被两人拆了 一架战斗机赶来吸引浩克注意 浩克徒手拆飞机 飞行员想跳伞 结果被他打住 鹰眼一箭射动插座 入侵系统关闭了一号引擎 回过神来的寡姐收到命令 赶去支援 半路上遇到了鹰眼 和寡姐一番交手后 他逐渐恢复了神智 雷神赶来寻找地面 结果被他用分身骗进了牢笼 这时科尔森拿着武器赶来 瞄准洛基 结果洛基步骑重施 一刀让他直接杀青拍剧去 随后洛基启动开关 把笼子扔下了飞机 索尔用力一蹬 冲破了牢笼 此时托尼手动住推窝轮 让其恢复了动力 然而此时的美队却陷入了 复仇者联盟四分五裂 班纳和索尔不知所踪 特攻科尔森的死也让众人陷入了沉思 好消息是鹰眼醒了过来 托尼想到了洛基的下一步计划 既有充足的能源 又能出尽风头的地方 被自己的斯塔克大厦莫属 美队召集众人 重新整顿好各自的装备 前往斯塔克大厦 托尼勉强修好了马克六号战甲 先到一步 此时艾瑞克博士已经将魔方放入了装置中 钢铁侠刚想破坏装置 但被魔方产生的能量照反弹 于是他在洛基的注视下 走到拆卸台 换下了马克六号 拖住洛基 谈话间悄悄戴上了马克七号的手法 洛基准备用心灵权杖控制托尼 然而下一秒他就尴尬了 他愤怒地将托尼甩到一边 托尼赶紧让贾维斯启动马克七号 在被洛基丢出大楼的下一秒 马克七号战甲飞奔而来 扫描手环后 与托尼合为一体 他回到楼顶 一炮打飞洛基 但此时魔方激活传送门开启 奇塔瑞大军已经等候多时 托尼率先迎战了 但还是有一群外星人来到了街上 大肆破坏 人们仓皇逃窜 这时索尔来到了洛基面前 和他战斗起来 瓜姐等人乘坐飞船迟迟赶到 英言想驾驶飞船支援索尔 结果被洛基一炮射出 紧急迫降在了广场 此时传送门里又出来了一只巨型机械 索尔还是想劝说弟弟回头是爱 但反遭他用刀刺伤 惹得索尔将他举高高 洛基眼看打不过他 直接滚走了 美队和英言等人并肩作战 索尔赶了过来 最后班纳也及时骑着小摩托归队 托尼将机械昆尹到了班纳面前 美队问他 班纳表示 这你就不知道了 说完他一秒变身浩克 一拳掀翻了机械 外星人十分愤怒 但浩克更愤怒 至此复仇只能汇聚一堂 正式展开反击 传送门又来了几只新的困 这时美队站了出来 展示了自己的指挥能力 鹰眼负责在高处观测小兵的队形 钢铁侠负责阻止街区的战斗不断作战 雷神控制闪电直接劈向船村门出口 直接将外星飞船劈成了碎片 瓦解和自己负责清理地上的杂力 至于浩克 于是浩克直接解放天星 蹦到哪砸到哪 托尼四处支援队影 还和美队使出了合计击 这是漫威里少见的意义 浩克和雷神居然在配合作战 还干掉了一整条机械风 敌人消灭后 浩克还热情地和他积了个拳 只是雷神没接住 鹰眼一剑射向飞船上的洛基 被他帅气地接住 然而下一秒 捶完索尔后 浩克又找到了洛基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坑里的洛基一脸怀疑神生 艾瑞克博士清醒过来告诉瓦基 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关闭传送门 那就是用心灵权杖 此时军方打算牺牲掉这座城市来保护地球 派出了一架战斗机 对着城市发射了核弹 托尼收到尼克消息后 立刻将所有能量汇集在推进器 朝着核弹飞去 然后将核弹举在手上 不顾自身的安危 想强行改变他飞行的角度 此时美队等人还在市区顽强抵抗 华姐刚准备关闭传送门 托尼打算将核弹送进传送门 此时电视里正在进行新闻直播 小辣椒并没有注意到手机 钢铁侠在众人的注视下 与斯塔克大厦擦身而往 抬着核弹进入了冲动 在黑暗的宇宙中耗尽了最后的灭坛 核弹在骑塔瑞人的母舰爆炸 地球上的小兵也瞬间失去了行动力 但迟迟等不到托尼回来 为了不让爆炸波及到地球 队长只好让华姐关闭传送门 然而托尼在传送门关闭的最后一能 掉了出来 索尔刚想上去接住他 浩克抢先一路 用身体抗住的冲击力 将他放在了地上 但托尼一直没有醒来 结果浩克大吼一声 让他下行 最终洛基被复仇者们活捉 和宇宙魔方一块被索尔带回了阿斯加的 最后几位英雄各奔东西 等待着下一次积极的号角 此时遥远的外太空灵 一个紫属金正猥琐的盯着女孩 在漫威电影中 《飞红女巫》和《快银》的初次登场 是在《每对2》的片尾彩蛋 由于复杂的版权纠纷 电影并没有过多介绍兄妹俩的绅士 只知道两人被九头蛇当成了实验工具 在心灵权杖的影响下 拥有了超能力 但在漫威漫画里 他们俩都是万磁王的孩子 同属于变种人 继美队《二神盾局》内部发生动荡后 心灵权杖落到了九头蛇手中 复仇者们为了夺回权杖 在索科维亚再次集结 现在的队伍比以往更加团结 索尔和美队发现了联合技 华姐在《复联1》中被浩克穷追不舍 现在只要蹭蹭浩克手掌心 就能瞬间让他抽搐不已 变回人形 但其他小朋友可千万别学他 不然下场就会和索尔一样 此时 托尼身穿马克43号率先打入基地内部 清理完阿莫阿狗后 让贾维斯开启了哨兵模式 自己来到地下室 发现了大量纽约之战时外星人的装备 九头蛇在利用这些零件制造机器士兵 权杖也在这里 这时 飞红女巫出现 用超能力控制了托尼的心智 让他看到了内心最恐惧的影响 清醒过来的托尼戴上手套 立刻取走了权杖 而外面的队友遭到了快银的袭击 加速超能力让众人吃惊了骨头 鹰眼还因此被敌人炮火击伤 但任务总算是完成了 托尼提出和班纳一起暂时保管权杖 回到家后 鹰眼在内米医疗技术下修复了损伤的细胞 女博士告诉托尼 托尼开始和班纳研究起心灵宝石 橙色的是人工智能贾维斯 而蓝色的就是心灵宝石的数据化意识 且具有自主思考功能 比贾维斯还强 有约大战一直是托尼的心魔 他一直想创造一个智能化的大脑 来管理自己的钢铁军团 帮助人类及时应对危机 他将其命名为傲创 而眼前的这个未知意识就是开发奥创的关键 他三言两语说服了班纳博士 两人便瞒着其他人 悄悄开始着手奥创的研发 但实验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两人连续几天几夜的工作也没能成功 于是打算先稍作休息 让贾维斯先盯着 结果两人前脚刚走 奥创就随后完成了意识融合 他几乎在一瞬间 就读取完了地球上的所有信息 还取代了贾维斯访问系统的权限 贾维斯见状发现他不对劲 奥创的程序设定是保卫地球 但他却意识到保护地球的方法只有一条 那就是消灭所有人类 复仇者成员一尝试拿起雷神之锤 不出所料鹰眼失败了 托尼戴上手套继续 再加上罗德结局也是一样 班纳 最后到了美队 众人都让他不要勉强 结果他刚碰到锤子 索尔被这一幕吓了一跳 但美队还是给索尔留了个面子 毕竟他背地里平常可没少的 就在众人玩得正还时 奥创打破了他们的快乐 托尼尝试关闭他但没有效果 随后他控制托尼的钢铁军团 向众人发动袭击 一个机器人趁机拿走了心灵权杖 费了一番功夫后 几人清理完了钢铁军团 奥创的外壳也被索尔一锤子砸碎 但他的意识逃进了互联网中 无处不在 心灵权杖也被他夺走 托尼回来才发现他还干掉了贾维斯 复仇者们立刻商量对策 奥创将毁灭人类视为最终目标 最坏的情况就是奥创得到了核弹发射密码 那整个地球都将受到威胁 奥创逃出来后给自己做了个外壳 并见到了快英雄那俩 由于两人父母都是死于复仇者引发的事 所以也对他们怀恨在心 于是三人达成了合作关系 一块去帮奥创重新制作一副震惊躯体 另一边 托尼等人通过资料 调查到了奥创接下来的目标 是一个在瓦坎达做生意的军火商 听到瓦坎达 托尼和美队瞬间明白 奥创找到了那个军火商 向他购买大量的震惊 但军火商担心他们太穷买不起 结果奥创眼睛一闭 他的账户就多了几十个亿 但他仔细一看 钱是从斯塔克工业转来的 还以为他是托尼派来的机甲 奥创一听就不高兴了 丢掉了一条鸽 结果下一秒 他把钢铁侠就出现在了他身后 于是两台机甲扭打在一起 战斗一触即发 快银利用超能力趁机偷袭了每队一拳 当他看到雷神的锤子 好奇地摸了一下 结果 在外面待命的班纳发问了 此时女巫用超能力控制了众人的心智 让他们进入了幻觉 接下来上演了漫威埋藏的大型预告片 美队回到了七十年前的晚会上 和卡特跳完了那只没有复约的舞 索尔看到了阿斯加德的熟人 却全是已死的冤魂 还出现了一闪而过的几颗无限宝石 和幻视的眼睛 当他准备控制阴眼时 结果快银赶来将他踹飞 就走了女巫 逃出来的女巫又盯上了班纳 托尼追出来干掉傲窗外壳后 立刻赶去制止浩克 钢铁侠能有多有钱 当他和浩克陷入缠斗时 他扫描了一下前方的大楼 随后便按照浩克摧毁了整座大楼 浩克被飞红女巫控制 进入了暴走状态 托尼呼叫卫星为罗尼塔 启动了反浩克装甲马克四十四 来到了浩克面前 托尼试图唤醒班纳 但浩克一听班纳两个字 立刻就发动了攻击 托尼也不再试探 直接托起他来了的硬核搓背 浩克一脚踢开托尼 然后压在了他身上疯狂拆机 但既然是反浩克机甲 自然算到会有外壳损坏 托尼立刻启动为罗尼卡的备用零件骨 换了条手 与浩克硬碰硬 然后将他顺势按在地上 打出一套流星拳 托尼及时将拳头变换形态 抓起浩克打算将他带出城外 这是无辜的围观群众遭殃了 托尼抓起电梯 砸向浩克 在街上一拳重击 成功激怒了他 托尼还想补充护甲 结果飞来的零件被浩克一拳揍毁 最终托尼用一整栋楼 换来了浩克的清醒 众人回到飞船后 班纳陷入了自责 新闻全是要求抓捕浩克的消息 托尼日常放出斯卡克救助基金赔钱 为了找到奥创的下方 众人只好先来到鹰眼家落脚 发现鹰眼不仅有了老婆 还准备生三胎 而奥创此时用心灵权杖控制了海文博士 想让他用震惊为自己打造一副完美的躯体 鹰眼家里 众人见到了隐退的尼克局长 正讨论奥创收集震惊的目的是 班纳看到画纸上的蝴蝶才反应过来 奥创是想摆脱机械的束缚 破检成蝶 一说到人体生物技术 众人立刻就想到了海文博士 奥创取出权杖上的心灵宝石 装在了躯体头部 他要用生命摇篮装置 打印出一个坚不可摧的震惊躯体 正当奥创和躯体意识输入到一半时 飞虎女巫好奇地试探她的意识 发现她的最终目的竟然是毁灭地球 兄妹俩的目的只是为了报复复联 但眼下的情况已经脱离了他们的控制 于是女巫悄悄帮海文博士解除了心灵控制 清醒的博士立刻中断了意识输送 瞬间被奥创发现 快音迅速带着女巫离开 美队赶到后 奥创已经带着躯体离开 鹰眼锁定了他们的卡车 美队看准机会飞升一跃 跳到了卡车上 这时奥创飞了出来 和美队在车顶展开对决 打斗中美队丢失了盾牌 盾牌被热心的女骑士捡到 追上卡车还给了她 两人从车顶打到了列车上 美队慢慢招架不住 这时快音和女巫赶来帮助他们 奥创一炮轰向司机室 然后逃离了列车 失控的列车直进往居民区冲去 快音立刻跑出去救人 女巫用超能力减缓列车速度 最后在两人的努力下 共同化解了危机 华姐来到装置面前 配合鹰眼将生命摇篮成功 送到了飞机中 但自己却被机器人抓住掉了下去 托尼看着眼前的人工智能躯体 本性难改 吃走鹰眼后 又想再让班纳住她一臂之力 把贾维斯的意识移植进去 老实人班纳又被托尼的话蛊惑 立刻开始了贾维斯的传输 可当就要完成时 美队他们敢来阻止托尼 丹纳一看到女巫就来起 双方各执己见 展开了争吵 快音懒得听他们废话 一顿操纵拔掉了所有电线 突然她脚下玻璃破裂 掉到了鹰眼面前 美队为了阻止托尼扔出盾牌 托尼穿上战甲和美队展开了战斗 而这时索尔不知从哪蹦了出来 汇集雷电 又做了一次充电宝 直接将摇篮装置冲爆 于是新角色幻世上线 在漫威电影中 贾维斯当了这么久的人工智能 终于在复联二露脸了 幻世作为贾维斯的升级版本 诞生之初就已经拥有了自我意识 加上心灵宝石的力量 成为复仇者联盟的重要战友 他看上了雷神的披肩 下一秒就给自己整了一套 众人见他并没有进攻的意思 便松了一口气 因为贾维斯意识没有完全止入 他现在既不是傲创 也不是贾维斯 而是一个独立的意识 但他表明自己是为和平而生 然而他接下来的举动 让周围空气都陷入了安静 索尔刚大的拍了拍锤子 接下来众人开始整顿装备 赶往索科维亚消灭奥床 失去贾维斯的托尼 为战甲系统安装了新的人工智能星期五 他们来到索科维亚 在大战开始前先疏散了当地的群众 班纳就出了被奥创关起来的刮警 钢铁侠根据星期五的指示来到教堂 见到了奥创 他用剩余的震惊制作了一个反重的装置 准备将整个索科维亚连地拔起 同时开始大量召唤地下的机器士兵 对街道发起了进攻 托尼箭壮 立刻赶去支援 复仇者们一边帮助群众撤离一边战斗 这时患士找到了奥创 他还想对患士动手 结果被患士按住大脑拔掉他的网线 将他从互联网驱逐了出去 但患士也陷入了待机状态 被限制在驱窍里的奥创十分愤怒 直接启动了反重力装置 地面开始出现裂缝 整个索科维亚城市脱离地面 升向了高空 奥创打算效仿隐石灭绝骨 让城市从足够高的高度砸向地面 足以达到毁灭地球的效果 城市脱离地面不断升高 复仇者们都手足无措 此时的班纳却想带着寡姐援走高飞 结果下一秒 好家伙 原来寡姐看上的是浩克 托尼让星期五分析完情况后 先赶到楼房里救援平民 与此同时 托尼其他队友 正在和奥创的机器大军展开战斗 美队和雷神配合救助坠落的平民 他们又一次熟练地使出了组合战 刚秀了几下 奥创就盯上了弗尔 鹰眼一个射手对群能力有限 面对一大批逼近的机器士兵 束手无策 这时旺达走了出来 彻底觉醒了飞红女人的命 解决干净后 这时快银赶来带走了妹妹 将她送到了兵线更多的地方发育 然而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一颗子弹突然划伤了快银的手臂 托尼还在分析要如何解决危机 得出唯一的方法 只能在空中将整座城市炸扬 但上面的居民怎么办 正当寡解抱着必死的决心守护城市时 尼克局长驾驶航空母舰横空出世 飞出树架救生船给众人带来了希望 但机器军团又朝母舰发起进攻 这是一位靓仔终于要上场了 此时的奥创正被索尔托住 幻视一锤就将他锤飞 为了阻止奥创提前启动下坠装置 复仇者们全部集结在了阵 准备和奥创决议死战 奥创如他所愿 招来了无数的机器士兵 于是众人围着装置展开一场恶战 三术激光射在奥创身上 竟然融化了震惊外形 机器小兵见到浩客 纷纷不战而退 最后旺达独自留守装置 众人赶紧去解救群众 终于送走了最后一批 这时奥创却突然驾驶飞机杀了回来 对着众人一顿扫射 鹰眼为了保护小男孩 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但下一秒快音闪过来 帮他挡住了所有子弹 感应到哥哥死亡的旺达悲痛欲绝 瞬间爆发出了体内的能量 浩客放下寡解 愤怒地朝奥创冲军 旺达来到奥创面前 吸出了他的核心 这时半个机器小兵爬过去启动了开关 在装置反转启动下 整座城市飞速下坠 危机关头 又是钢铁侠站了出来 换是救走旺达后 他配合索奥 将整座城市炸成了碎块 再一次拯救了人们 最后一个傲创被患事干掉 任务圆满结束后 绿巨人为了不让自己伤害到人类 他乘坐飞船默默离开了地球 鹰眼退休回到了自己家陪老婆孩子 尼克等人在纽约北部 成立了新的复仇者联盟组 这支队伍还注入了新的血液 索尔看出有个幕后黑手在操盘一场棋局 而他们都是他的棋子 和托尼美队告别后 就回到神界调查无限宝石去了 2007年漫威冒着破产的风险 孤注一致拍摄了钢铁侠 正是这一场破釜沉舟的豪赌 才有了之后NCU的空前盛世 经过十年布局 一场史诗级的战役也终于拉开蓄面 此次登场的反派是一个外表看似紫鼠 却有着超越神级力量的准天赋极宝 灭霸 阿斯加德被毁荒 索尔本想和剩余人民乘坐飞船前往地球 不料半路上杀出一艘巨大的战舰 几发炮弹就让阿斯加德战舰损伤惨重 雷神索尔被灭霸捏在手里 性命垂微 为了救哥哥 洛基只好选择了交出空间原始 这时浩克冲了过来 上去就是一套乱者 但灭霸手下根本不着急帮忙 灭霸反应过来后 开始展现真正的实力 他手持力量原始 即使是绿巨人的肉身 也被灭霸的组合拳打和骨灵关机 索尔看向海姆达尔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用黑暗魔法开启了彩虹桥 将浩克传送到了地球 于是海姆达尔就这样领了合法 随后灭霸捏碎宇宙魔花 将空间原始放进了无限手套 接着准备去地球寻找另外两颗 这时洛基站了出来 说自己可以为他们带路 实则已经背后藏刀 准备伺机袭霸 但被灭霸一秒试过 当着索尔的面将他活活掐死 接下来他用力量原始毁掉了飞船 在启动空间原始 传送到了下一颗宝石所在用 而被传送到地球的班纳 来到了奇异博士的圣殿 嘴里不停地说灭霸要来了 于是史蒂芬和班纳一块找到托尼 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 托尼认为阻止灭霸及其六颗原始 那将其摧毁不是更容易 但史蒂芬作为时间原始的守护者告诉他 毁掉原始是不可能的 但务之急 是要找到拥有心灵原始的坏事 将他保护起来 眼下也许只有美队能找到他 但托尼刚和美队闹完矛盾 他才放不下这个面子 班纳连忙告诉他 索尔已经没了 灭霸就要来了 现在可不是纠结个人恩怨的时候 托尼纠结一番后 拿出美队留给他的翻带手机 刚准备打电话 突然发现街道开始混乱起来 托尼走上前一看 原来灭霸的手下已经来到了纽约 此时小蜘蛛在车上也感应到了危险 于是他趁同学被外星飞船吸引 迅速换号站一溜了出去 史蒂芬启动镜向空间保护周围 托尼问班纳为什么还不变神 班纳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叫不简单 这是为什么呢 乌木猴派出黑矮星去抢夺原始 没办法了 托尼决定亲自上场 托尼启动新一代奈米战甲马克武士 他单手发动 接住黑矮星的一把 下一秒 乌木猴使用法术攻击 被托尼一躲过 黑矮星甩出铁锤命中托尼 将他打出千里之外 此时的班纳还在疯狂召唤浩克 托尼被黑矮星一锤砸住 翻倒在地 危急时刻小蜘蛛赶到 拦住了黑矮星 而另一边 史蒂芬被乌木猴捆住 准备将他连同宝石一块带上飞船 小蜘蛛拼命追赶 用蛛丝牢牢抓住他 结果被一块吸了上去 此时的钢铁侠被黑矮星困住 正当被终结的时候 王化初传送门将他送到了南京 随后托尼开启推进器加速飞向飞船 飞船即将突破大气层 此时帕克开始进入缺氧状态 奈米战衣及时飞来包裹住了帕克 救了他一命 但接下来托尼让星期五启动将落死 将小蜘蛛送回地球 而托尼则进入了飞船寻找博士 小蜘蛛也用蛛丝抓住飞船跟了上去 此时的博士身边被无数根银针包围 乌木猴逼他交出时间缘时 托尼和小蜘蛛商量救援对策 帕克决定效仿一行李的方法 钢铁侠射出导弹在飞船上炸了个洞 随后乌木猴瞬间被吸出船外 彼得射出蛛丝抓住博士 还自动弹出了战衣的新武器 救下博士后 托尼补上缺口 接着小蜘蛛正式成为复联的一员 托尼考虑再三 为了不连累地球 决定带着时间缘时去泰坦星作战 此时地上的班纳捡起手机 拨通了美队的电话 宇宙的另一面 索尔被路过的银河护卫队就行 一番沟通后 星爵等人也得知了灭霸的计划 索尔获得了火箭浣熊的好感 于是他们带上格鲁特进入飞船 一块前往尼达威 找矮人王打造一把能干掉灭霸的神秘 而星爵等人决定直接前去阻止灭霸 在路上卡摩拉让星爵发誓 如果自己被灭霸抓到 一定要先杀了自己 星爵很是不解 他们来到虚无之地后 发现灭霸已经找到了收藏家 卡摩拉冲上去一套连招 一箭斩进了灭霸脖子 另一刀刺进了灭霸的心脏 灭霸当场凉了 复连三道此结束 的花那该多好 就在卡摩拉泣不成声的时候 灭霸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灭霸创造的环境 真正的灭霸早已经拿到了现实宝石 他抓住了卡摩拉 但他的枪最后化成了泡沫 眼睁睁地看着灭霸带走了卡摩拉 灭霸见他不肯说出灵魂原始的笑话 便将他带到了妹妹星云面前 星云被灭霸折磨得四分五六 卡摩拉不忍看到妹妹被伤害 只好将灵魂原始的位置说了出去 随后他们来到沃尼尔星 灵魂原始的守护者红骷髅告诉灭霸 想要拿到灵魂原始 需将他的挚爱之人献祭给原始 以灵魂换取灵魂 卡摩拉一听就笑了 他认为灭霸一生作恶多端 滥杀无辜 根本不会有挚爱之人 然而灭霸望着眼前的卡摩拉 流下了眼泪 随后就拉着他的手臂 将他扔下了悬崖 最后含泪获得灵魂原始 旺达和幻视两口子正商量晚上吃什么 他们在一家店门口谈情说爱 忽然一根利刃刺穿幻视 灭霸的两个手下打到 目标就是幻视头上的心灵宝石 受伤的幻视不是他们的对手 旺达赶紧利用魔法保护幻视 将他就走 但敌人很快就追了上来 旺达不肯扔下幻视离开 挡在他身前 这时一个身影隐约出现在火车后 正式换了造型的美队 随后复联其余队赶来支援 猎鹰寡姐一次上场 面对复仇者们联合有序的进攻 两个外星人被打得丧失还手之力 最后落荒而逃 美队几人回到复联总部 昔日的队友不计前嫌重归于好 寡姐也再次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丹娜 众人聚在一起 讨论该如何安置幻视的心灵原始 幻视第一想法和托尼亚 认为应该果断毁掉原始 而几人终能摧毁宝石的 只有自己的爱人望大 丹娜认为一定有一种方法 既能保留幻视他自己的意识 又能取出宝石 于是美队想到了一个地方 几人乘坐飞船 来到了科技发达的瓦坎达 准备寻求黑豹的帮助 此时的锤哥和小浣熊他们 在去往尼达为途中聊起了天 原来失去了一切的索尔 才是那个最悲惨的人 但一想到马上就有新锤子玩 他就打起了精神 浣熊看他这么惨 送给他一颗自己收藏的机器翼 索尔摘下眼罩将他装了上去 接下来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这里曾是辉煌的神器锻造工厂 但现在却变得一片死寂 矮人王出现在索尔面前 现来者是索尔 便跟他说出了事情经过 原来不久前 灭霸一行人入侵了这里 以所有矮人的生命 要挟矮人王 为他锻造无限手套 但得到手套的灭霸 还是干掉了所有人 只留了矮人王一条命 还关闭了锻造核心 索尔恳求矮人王 为自己锻造一把 能战胜灭霸的武器 矮人王准备造一把风暴战斧给索尔 于是索尔配合幻雄 经过一番努力重启了锻造核心 但矮人王很快又发现 锻造核心装置出现了机械故障 索尔为了战胜灭霸 不顾一切冲向装置 打开了魔德星大火 整个星球的力量 透过索尔身体 激活了锻造炉 矮人王抓紧时间锻造 索尔被能量灼烧的变体零上 撑不住掉了下去 矮人王也及时造出了风暴战斧 可此时却缺少一支伏笔 格鲁特看着烧焦的索尔 走上前伸出手臂 将辅任合二为一 奄奄一息的索尔力量又回来了 苏瑞扫描幻视头上的心灵宝石 告诉众人宝石的确可以摘下来 但其中涉及到成千上万的神经元 它需要时间 但灭霸的外星大军 此时已经穿过了大气层 好在瓦坎把有保护罩 将敌人拦在城外 黑豹下令启动全面防御 旺达留下来等换是摘出宝石 其余人奔赴前线 阻止外星人军团 班内身穿反浩克战甲来到战场 沉浸在不用变身就能成为浩克的体验 瓦坎达战士全部集结完毕 大战一触即发 无数外星生物潮水般从丛林涌来 众人立刻展开远程防御 屏障挡住了大批外星生物 但还是有部分侥幸穿脱紧 黑豹一生命下 众人开始向前方射击 罗德飞过去扔下一波炮弹 这时怪物开始绕道祭 为了不让后方患事遭到袭击 黑豹下令打开了保护罩 亲自带领重将士迎击 一场恶战即将展开 黑豹每队率先杀入敌决 每队手持瓦坎达的震惊盾牌 所向批语一看就能打一整天 但外星生物数量实在太多 很快众人就渐渐难以抵挡 要是钢铁侠在的话 也许有办法快速清理这些小怪 当众人陷入危机的时候 一束彩光从天而降拯救了众人 索尔用风暴战施召唤了惨弧枪 众人见到索尔狂醒 接下来一记雷霆的微光 清理了一大片的小怪 巴基抓起火箭换血 来的波旋转机枪扫射 结果他看上了巴基的胳膊 另一边 托尼和博士等人操控飞船 降落在了灭霸老家泰坦星 结果几人立刻就遭到了袭击 这个神一样的男人 三拳为粉丝打出了复联4 托尼这边刚降落在泰坦星 就遇上了来寻找灭霸的星爵等人 几人也不表明身份 上来就开打 最后陷入了单大的局务 托尼询问得知星爵是地球人 那他应该就不是灭霸的同伙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友军 于是开始商量埋伏灭霸的对策 托尼一个高智商天才遇到星爵等人 陷入了无法顺利沟通的尴尬 而此时奇异博士直接开启时间宝石 看完了成千上万个版本的布列次 托尼问他 随后集齐了四颗宝石的灭霸 回到了泰坦星 看到了坐在面前的奇异博士 便得知自己的人没有得手 托尼等人埋伏在周围 就在两人谈话间 托尼从上方发动袭击 随后博士用斗篷控住了灭霸的手套 利用传送门配合重点 一次次成功打击了灭霸 托尼朝他发射炮 但爆炸的能量被无限手套全部洗手 返还给了托尼 这时一艘飞船过来撞飞了灭霸 来者是刚从灭霸飞船逃脱的星云 这时博士用法术控住了灭霸的手 接着星爵发射电磁装置吸住了他另一只 众人接二连三地赶来牵制住灭霸 目的就是为了取下无限手套 螳螂女控制了灭霸的精神 托尼试图和小蜘蛛用力掰下手套 星爵赶来追问灭霸卡摩拉的下落 螳螂女感受到他十分悲伤 星云告诉星爵 灭霸带卡摩拉去收集灵魂宝石 把卡摩拉永远留在了那 托尼剑撞赶紧劝他 星爵再也忍不了了 结果就在小蜘蛛拔下手套的一瞬间 灭霸清醒过来 迅速抓住手套 摆脱了重力 随后他启动力量宝石 摧毁了一颗行星 控制落下的陨石砸向托尼的 这时奇异博士站了出来 特效拉满开始和灭霸斗 多重影分身之术展开 一同使出魔法神捆住灭霸 但被灭霸用一颗力量宝石全部击他 他一把扯来博士身上的阿根摩托之眼 发现时间宝石并不在里 接下来钢铁侠赶到 他也要和灭霸单挑 于是又到了漫威的战甲秀世界 灭霸使用力量宝石进攻 托尼内米盾牌抵挡 随后飞过去一套连招 成功打掉了灭霸一滴血 灭霸开始认真 抬起腿先翻托尼 最后抓起来一炮轰飞 托尼使出了所有技能 但终究对抗不了拥有无限手法的灭霸 最后被自己的武器一刀捅穿 博士叫住了他 并拿出时间宝石 换回了托尼的命 现在灭霸只差最后一颗心灵宝石 战场上 巨型齿轮从地底穿过屏障 朝着瓦坎达战士肆意买压 旺达看到这一幕 心灵焦急万分 还是决定去帮助队伍 但殊不知敌人是故意为了将他引出来 这样幻世那边就缺少了保护 灭霸手下王任将军干掉守卫 来到幻世身边 发现他已经醒了过来 抱着他摔下了山林 黑矮心一锤子将幻世击飞 这时班纳穿着反浩克装甲从天而降 他话没说完 黑矮心就抓住他的手里 两人一同飞出了战场 战甲也被他卸下了一只鸽 班纳不停呼叫浩克支援 但浩克始终只说一个字 危急时刻 班纳拿起掉落的机械柄 塞进他的手上 启动推进器将他送上了天空 而受伤的患事正被王任将军打捏 再次被捅了一刀 美队赶来救场 但打了没几下就倒了 还以为他可以打一整天吗 这时幻世瞄准时机 完了他一刀 彻底干掉了他 另一边 索尔等人也重创敌军 摧毁了外星战舰 还没让人喘口气 灭霸就带着五颗无限宝石 来到了众人面前 冲过来的浩克直接被他镶进了十遍 其余众人也都不是他的对手 趁着灭霸被队友拖住 幻世赶紧让旺达用能力毁掉心灵宝石 旺达无奈之下 忍痛摧毁了心灵宝石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灭霸启动时间宝石 可怜的幻世又被灭霸复活 再次体验了一次死亡 自此灭霸终于收集了六颗无限宝石 一股能量贯穿他的全身 突然一道雷电劈来 索尔的战斧直接压着六颗宝石的威力 劈进了灭霸的身体 但却没能将他彻底干掉 随后全身而退 这时全宇宙的灾难降临了 美队看着巴基 消失在自己面前 接着是黑豹 然后是格鲁特 旺达猎鹰 托尼这边也很快发现了一场 先是螳螂女和毁灭者星爵 最后就是小蜘蛛 超级英雄们都无能为力 这一次是灭霸淫难 影片结尾 尼克局长看着远处坠毁的飞机 一回头 西尔特工消失在自己面前 察觉到不对劲的尼克拿出传呼机 在朔灭的最后一刻发出了信号 他是在向谁呼救呢 这是漫威献给粉丝们的一份领域 经历十年的铺垫 故事的结局终于迎来最后的高潮 灭霸打完火天灭地的墙长 回归田园生活 当起了果农 太空中冰死的托尼被精队找到 并将他们带回了复联总部 星云说出了灭霸的位置 精队立刻准备去找灭霸算账 雷神一听不开心了 他可是亲眼看着阿斯加德被火 于是众人乘坐火箭浣熊的飞机 来到了灭霸所在的星球 此时的灭霸俨然一副孤寡老人的样子 结果下一秒 就被闯进来的精队打搅 接下来复联成员1 将他控制住 索尔一副披下灭霸神兵 毫无反抗之力 然而他们却不见无限宝石的踪影 灭霸交代自己打完响指后 为了已决后患 用宝石的力量摧毁了所有宝石 索尔懒得再听他废话 直接让他脑袋搭了假 没了宝石 也就失去了救回众人的希望 但生活还是要继续前行 五年后 一只米奇的出现挽救了整个局面 他无意中触碰到了量子隧道的开关 放出了被困在量子领域的野人 虽然外面已经过了五年之久 但在量子领域内 野人斯科特指度过了五个小时 他来到大街上 看到了一幅世界末日后的景象 栏杆上到处贴着寻人启示 墓地树满了纪念碑 还在纪念碑上看到了自己名字 他急忙跑到家里寻找女儿 幸好女儿还在 但都已经长成亭亭玉利的少女了 五年前灭霸一个响指 随机带走了宇宙一半的生命 最后将无限宝石尽数摧毁 虽然索尔后来草草终结了灭霸 但众人依旧无法挽回绝望的局面 五年后 事情出现了转机 蚁人在一只米奇的帮助下 从量子领域回到现实 给复联众人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他告诉美队和寡几 在量子领域 时间机制和外界并不一样 只要能操控它 就能在特定的时间点进入量子领域 然后在另一个时间点回到现实 就可实现时空穿越 于是几人找到托尼家寻求帮助 此时的托尼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可小辣椒生活美满 并不想再去冒险 被拒绝后的美队等人 又找到了另一个物理学天才 此时的班纳经过一系列伽马射线研究 已经和体内的浩克融为一体 兼具力量与智慧 虽然量子力学不是他的专业领域 但是在寡解的劝说下 他还是答应试一试 另一边的托尼虽然拒绝了美队他们 可当他看到自己和小蜘蛛的合影时 他还是充满自责和怀念 于是他让星期五尝试建立穿越模型 本来没抱多少希望 当他将皮姆粒子带入模型中后 居然真的成功了 在跟小辣椒畅谈一夜后 他决定回到复联 此时的班纳正在折腾量子装置 但过程并不顺利 可怜的斯科特进入量子隧道后 一会变成少年归来 一会又变成巴蜻王 最后变成了一个小baby 班纳让寡姐找准时机关闭电源 终于将正常的斯科特带了回来 美队失望地走出来透气 正好碰上了回归的托尼 托尼很快指出了他们的问题所在 并拿出自己发明的时空穿梭导航器 还和美队成功和解 把盾牌带来还给了他 这时星云和小浣熊等人也赶了回来 他们是回来找班纳的 接下来他们要去召集剩余的复联成员 浣熊和班纳来到新阿斯加的小镇 寻找索尔 雷神索尔曾是叱咤神界的战神 但五年前一次突袭灭霸的失误 导致宇宙一半生灵被夺走生命 当他变得颓废不堪 整天酗酒度日 变成了一个游戏肥宅 多少人曾梦想跟索尔一样的身材 现在他们做到了 班纳告诉索尔 现在有机会改变这一切 问他愿不愿意 索尔表面说不想去 但内心其实十分渴望报仇 浣熊将他一语刀破 而另一位成员鹰眼 可以说是最惨的了 人在家中坐 老婆孩子被一个不留地带走 留他一人孤独在世 承受不住这份打击的鹰眼 变成了东京街头的浪人 活跃在打击犯罪黑帮的前线 华杰找到他将他带了回去 众人在复联总部实验室集合 由于剩余皮母粒子有限 除开测试 他们每人只有一次穿梭的机会 因为改变过去并不能改变未来 所以并不能再灭霸小时候动手干掉它 他们决定先让鹰眼测试一下 班纳启动隧道 鹰眼瞬间进入量子领域 来到了妻女消失前的时间 结果刚听到女儿声音 就被传送了回去 测试十分成功 于是众人立刻召开会议 决定分成三个小队 穿越回不同的时间点 收集其六颗无限宝石 就能救回所有人 但他们只有一次机会 一旦出错就不能重来 于是众人一同进入时空隧道 时间来到了2012年的明月 互联一大战外星人的场景 这是互联成员的首次集结 每队一行人降落在另一边街头 这里一共有三颗宝石需要收集 看到浩克的壮举 班纳一脸尴尬 此时的古异原来也在城市的某个角落 正用魔法力量抵御七塔瑞大军 见班纳来找奇异博士要时间保释 但班纳只是为了拿到时间保释 看到了古异身上的阿根摩托之眼 不顾一切走上前去 准备抢取 结果被古异反手一掌打出灵魂 眼看古异不愿交出宝石 班纳赶紧追上去恳求他 但古异画出一条时间线 并说如果他交出一颗宝石 就意味着时间线会分流 这样做也许对班纳他们的现实有帮助 但自己所在的时间分支缺少宝石的宝石 就很可能会被黑暗力量吞噬 但班纳却认为 只要用完宝石及时归还回来 就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但古异并不想冒这个险 因为至尊法师的使命就是守护宝石 班纳告诉他 是奇异博士亲手将时间宝石交给了灭板 古异愣住了 他认为斯特兰奇这么做 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 于是他将肉身还给了班纳 并把宝石交了出来 而另一边 托尼来到斯塔克大厦 看到九头蛇的卧底 已经拿走了洛基的心灵权杖 绿巨人坐电梯会受到歧视吗 答案是 九头蛇的卧底正带着权杖下落 电梯门打开 美队进入电梯 正以为美队二的电梯大战要重演是 美队换了的思路 另一边托尼让蚁人拔掉了托尼的反应 于是托尼倒地抽搐不起 蚁人趁混乱将宇宙魔方推向托尼 拿到魔方刚想撤离现场 结果被走楼梯下来的浩克撞翻 宇宙魔方滑到了洛基面前 于是他直接捡起魔方 消失在现场 而刚拿到权杖的美队没走多远 就和过去的自己装了个正招 无奈之下两人只好开打 两人打得不可开交 从楼上摔了下去 最后美队不敌过去的自己 危机时刻说出了巴基还活着 干扰了他的注意力 趁机捡起心灵权杖控制住他 托尼那边空间宝石没能得手 剩下的皮姆粒子只够他们返回 美队问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搞到宇宙魔方 托尼想到一个完美的方案 既能补充皮姆粒子又能拿到宇宙魔方 他们将权杖交给蚁人带回去 随后两人调整手团 来到了1907年的新泽西州 刚建立不久的神盾局基地 两人乔装潜入内部 托尼很快找到了宇宙魔方 但一转身却撞见了自己的父亲霍华德 托尼慌乱之下随便编了一个身份 还好霍华德并没有认出他 托尼在和他短暂的交谈中 体会到了父亲对自己浓浓的爱意 另一边 美队打电话支走了实验室的皮姆博士 成功拿到了四管皮姆粒子 路过卡特的办公室 他看到了自己的照片 托尼也紧紧拥抱父亲 弥补了内心多年的遗憾 与此同时 索尔和火箭浣熊 回到了2013年的阿斯加德 索尔和浣熊本要去抽取 剪身上的一胎 但当索尔看到自己母亲后 想起今天他会死在黑暗精灵手里 却打起了退堂 经过火箭一番说较后 他试着鼓起勇气面对着一切 于是他趁火箭不注意一溜烟跑掉 索尔躲在角落 想再偷偷看一眼母亲 但一回头 他却直接出现在自己面前 索尔还遮遮掩掩 母亲一眼识破 他是来自未来的索尔 失去了一切的索尔再也终不住了 索尔本想告诉他后面即将发生的事 但母亲却制止了他 这时浣熊赶来 他独自一人拿到了一胎 是时候返程了 正准备返回时 索尔突然叫停 他伸出手 原来是想顺手带走柿子 随后两人回到了未来 另一边 寡姐和罗德一行人来到了莫拉格西 他们开始兵分两目 寡姐和鹰眼去收集灵魂宝石 而罗德和星云留在这里等待星爵 但编剧可不会让他们这么简单打到目楼 这个时间点的灭霸飞船人 另一个星云和未来星云发生了记忆共享 他的大脑自动播放了一段对话 正是罗德和未来星云在商量大事 灭霸立刻察觉到异常 将他带到审讯室 让巫幕后提取了未来星云所有记忆 这下灭霸是从头到尾 看完了复仇者们的计划 得知他们是想逆转自己的结局 另一边熟悉的BGM想起 星爵带着他的MP3走来 躲在角落里的罗德看见后 于是上去就给他一拳 星云拿走他的盗贼钥匙 开启了宝库大门 拿到力量宝石后 两人刚准备一块回去 结果星云大脑系统发生了崩坏 倒在地上 再次醒来时 已经被另一个星云带到了灭霸的飞船 这时的星云还很叛逆 一心想在灭霸面前表现自己 他夺走未来星云的穿梭装置 决定伪装成内鬼回到未来 暗中帮助灭霸阻止复联 此时寡姐和鹰眼也抵达了沃米尔星 又见到了那个红骷髅 在听完获取灵魂宝石的规则后 寡姐陷入了沉思 想要得到宝石 就需失去自己的挚爱 以灵魂换取灵魂 鹰眼则认为他在骗人 但寡姐希望让鹰眼活下去 鹰眼怎么可能同意 于是两人打了起来 最后还是寡姐技高一筹 鹰眼爬起来一发爆炸箭 随后冲向悬崖 但最后的最后 寡姐飞升而出 抱住鹰眼 将钢索装在了鹰眼身上 到了这一刻 结局仿佛尘埃落定 最后寡姐用生命换到了灵魂宝石 六颗宝石已齐 众人同时回到未来 寡姐再也回不来了 班纳愤怒不已 众人收拾好心情后 决定立刻开展营救计划 托尼将六颗无限宝石 装上那枚手套 手套已经准备好了 该由谁来打响那个致命的响指呢 索尔第一个站了出来 但立马被众人拦住 托尼说以他现在的状态根本不行 最终还是决定由班纳来打这个响指 因为宝石释放的主要是伽马射线 于是众人开启防御 准备迎接宝石力量的冲击 班纳刚戴上手套 就体验到了极度的痛苦 他强忍着巨大的能量 打出了响指 托尼赶紧用内米技术保住他的手 这时鹰眼的妻子打了电话 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 他们才知道自己终于成功了 这时星云悄悄来到时空机器前 将灭霸的大军通过隧道传送了过来 真正的灾难开始降临 几发导弹将复联基地彻底摧毁 班纳等人被压在废墟下不能动弹 鹰眼刚从废墟找到手套 就被一群外星生物围攻 灭霸再次来到了战场 鹰眼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手套交给了过去的星云 危急时刻卡摩拉和未来星云赶到 三枪弹掉了过去的自己 废墟外三个战士再次见到灭霸 索尔分外掩活 接下来三人联手对抗巅峰时期的灭霸 霍尼承了雷神之锤倒地不起 每队冲上前被一拳打飞 索尔首持风暴战略也无法与灭霸抗恐 被他暴走 最后还差点死在自己武器手上 这时一个亮仔拿起了雷神之锤 奉上了一杯美式拿铁中想撕滑 一套接一套的连招 不仅如此 他还能像索尔一样使用雷顿尖 让灭霸吃尽了苦头 但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他很快捡起武器 一刀接着一把 将美队的盾牌砸了个稀巴烂 接下来 灭霸的大军悉数到来 攻势比复联三在瓦卡达更为凶猛 美队艰难地起身 看着黑压压的灭霸大军 他没有选择退缩 这时 他的通讯器里传来了猎鹰的声音 美队转过身 紧接着 无数个电焊圈在身后出现 曾经并肩作战的超级英雄 无意缺席 纷纷回到了战场 黑豹更是举倾国之力前来助战 还有一整套法师阵容 小辣椒也穿上战甲前来应战 巨型蚁人将浩克等人从废墟救了出来 猎霸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大军 美队一生命下 终极团战开始 灭霸也发号失恋 想起复联三托尼千方百计 避免让地球成为战场 没想到最终还是要在地球和猎霸一决胜 托尼和小辣椒并肩作战 CP感失足 接下来的场面过一阵法 小蜘蛛赶来和托尼聊天 没想到托尼下一秒紧紧抱住了自己 五年的愧疚和自责 让他终于得以释放 星爵也再次见到了卡摩拉 但过去的卡摩拉还并没有认识他 重逢归重逢 众人的战斗还在继续 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宝石 并将其归还到相对应的时间线 由于猎霸已经摧毁了量子隧道 他们只剩一人那辆面包车里的微型隧道 但离启动隧道还需要时间 于是众人展开了手套接力 首先从鹰眼这开始 黑豹拿起手套飞驰 不断清理沿路小兵 但被灭霸飞来的大刀打断 飞鸿女巫从天而降 于是女巫火力全开 灭霸根本不是女巫对手 就连坚硬的大刀也被女巫折断 差点被女巫单杀 小蜘蛛从黑豹手里接过手套 开启了一击必杀模式 灭霸不顾手下安危 直接命令飞船进行无差别轰炸 打断了女巫的技能 也引发了洪水 这时奇异博士走上前 施展法术 来了招龙吸水 小蜘蛛寡不敌众 美队听到她的呼救 制出锤子将她救了出去 接着小蜘蛛被空中接力 但敌人的炮火攻势越来越猛 击中小蜘蛛 炸断了她的猪筒 这时飞船突然掉转炮口 对着云层疯狂射击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将母舰直接干穿 这么猛的场面一看就是惊奇对战 随后她来到小蜘蛛面前接过手套 朝着面包车飞去 灭霸一个飞刀 直接命中了面包车里的量子飞 爆炸过后 手套滚到了灭霸面前 就当她戴上手套 准备重打响指时 金队猛冲过来 扯住她的手指 灭霸硬钢筋队 但没想到她战斗力惊人 于是她取下力量保时卧的活手 一拳打飞惊奇对战 奇异博士边控制洪水 边看向远处的托尼 托尼瞬间明白了 自己就是博士所说那唯一一次计划 托尼奋不顾身冲上前抓住手套 被灭霸三拳打飞 但无事发生 一看手套 再看向托尼 他缓缓举起右手 保时被他装在战甲手套上 灭霸看着自己溃散的军队 即使在心有不甘 但命数已定 最后化成了一缕灰烟 妇联赢了 可再次拯救了众人的钢铁侠 却永远离开了人们 最后所有超级英雄聚在一起 为托尼举行了送别仪式 索尔回到阿斯加德小镇 将王位让给了女武神西服 自己加入了银河护卫队 决定和他们一起浪迹宇宙 最后为了防止多重现时 美队准备将保时一一还回去 随后他进入量子领域 但五秒之后 美队并没有传送回来 这时巴基和猎鹰看到远处河边有位老人 巴基已经料到了会场 猎鹰走上前 发现正是老去的美队 原来他留在过去 选择和卡特跳完了那只没能赴约的舞 最后他将盾牌交给了猎鹰 复连四代表了钢铁侠超级英雄时代的完结 但并不是漫威的结束 相信后面会有新角色登场 再次构建精彩的新漫威宇宙 我们下次见